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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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觉得比较生硬 然后那个角呢看起来如果你画不好的话 拉住很长的一个角度也是比较假的 因为它颜色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画出来的时候呢淡淡的就一点点修饰 这样的话看得很真实很自然 另外呢我还可以用它去加重你的下睫毛 很轻的去画一点点 加重你的下睫毛线 但大家注意呢画的时候一定要以你的眼下的位置为最重哦 就是这里是稍微可以稍微重一点的 旁边就戴下来 还有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红比较重的话 也可以有小方法 你可以中和刚才使过的这个遮瑕膏 把两个颜色调在一起 泡下口红 加一点遮瑕膏 泡沫之后呢就会发现深色唇膏 加上一个肉汁的遮瑕膏 马上就会把颜色变显 看起来也会更柔和了对不对 还有一个关于唇部的小密招 就是呢我们在塗完一个亮光河河孔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我今天想要雅三个效果 但是可能你单用鼻孔吸 会觉得可能把所有的油分都吸掉了 颜色也随之都消失了 反倒就没有那种亚光饱和的效果了 那没关系 其实你还可以用单独的眼影 或者单独的腮红 来把你之前的油光感变成高 大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 它这个颜色怎么样 我自己特别喜欢那种深豆沙亚光色 但是现在手头上如果没有这种 亚光口红的话 只要用这个小方法 马上可以达成 你也可以变成美国明媛了 如果你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油光河 发现它们损很多了 是你们家的眼睛 给硬要清洗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手头上没有真的的清洗剂 你也可以使用婴儿针用的 木鹿鹿啊 然后或者洗沙子 都可以 那你先把刹子呢 在手里蘸一下 所以就很容易吃干 其实一趴就够了 让这个木鹿鹿 充分的蘸满刹子 然后用手 揉一下 但你要记住 一个方向这样转 就让那个 刹东西 一张顺势圈出来 让刷毛也不乱 然后刷毛也不乱 然后刷毛也不乱 因为大部分粉 都是集中在 上半部分的 我们把上半部分 一较洗透 直接那颗灰尘啊 还有一个 灰尘啊 还有一个 可能会已经变粉了 特别过瘾了 我可惜了洗下 但其实刷了 一种长的 我觉得一般来说 两个音乐续 就是可以了 一个顺势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们刷子 就接住自己的脸啊 所以呢 就不会太脏了 要充分的 最好是用流水 给它们 今天没办法 没有流水 所以我单日准备 要想看 在这边 自己去 对 然后呢 你最好用厨房 专用的笔 来给它 擦取 因为没有的话 然后呢 就包住 之后呢 又是用鸡膝 给它做成 这里有一些拖 载着 把它放在 阴阳松松处 把它这儿粘起来 慢慢的 等它封干就好了 这个方法呢 可以有效的 让毛 比较顺的 这种方向变干 而是不错 也能见得特别伞 那这个呢 又是其他 这个小方法 也不错 认识 订阅小萌生TV 并在视频网站下方留言 每期抽取一样 微信导导 送回来面文一盒 我想您干脆 在下期节目中播啊 9月10号到9月15号 小萌生里 继续模型大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